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在几年之前受训成为老保健武的仇政导师 最初吸引我的 我觉得这个武道不单止对一些年纪大的人很有避益 而且对儿童的老部发展也很有刺激的作用 帮助他们老部的发展 所以我本身是一个老师来的 是在学校里面教的老师 我觉得不单止老保健武是对老人家有益 对在学的儿童也是很有益的 所以我就很毅然参加了老保健武道的训练班 现在我很开心经过老师的训练 我已经成为一个受证的导师 很开心我们的创会会长袁彩虹老师 他将会在七月八月之间 就由德国回来 会举办一个老师的训练班 他将会教授我们的高级班 令氏做老师 他们也会是其中一部分的训练人员 很希望大家都像我这样 能够永远加入我们老保健武这个行列 可以造福不同年纪的老中青儿童 使得他们无论手脚 脑部 各方面都得到好的引导和分裂 除了讲座协会 还组织大家一起学习老保健武 现在我们首先做一个 我们加拿大老保健武道学会的招牌 就是我们大家 所以我同老师会带着我们一起 招牌老保健武 现在 王室益 耀容老 老保健 有汪保 几个人 救了数 动下药 跳下保 七身寒 影真好 既有益 又无烦恼 根据医学的研究 人体这么多的器官里面 最容易微脑先衰 就是我们的肺部和脑部 当人踏入三十岁之后 我们每天会损失了十万个脑细胞 所以继续继续 很容易令到我们的思维迟钝 智力衰退 和很容易忘记事情 所以为了这个缘故 我们在2004年就开始创立了这个脑保健武 这个脑保健武的根源就是德国的奇武 奇武在德国已经有三十多年的历史 凡是在德国跳奇武 他们的健康有很大的进步 所以国家的保健部 对于凡是跳奇武的人 他的健康的保费是减低了的 尤其是我们不单止是坐在那里可以跳舞 可以活动 我们也是站在那里活动 主要我们是有两个目的 这种目的呢 跳脑保健武 第一 就是要令到我们的脑细胞活跃 二来呢 我们也是四肢活动 令到我们整个身体都可以保持健康 所以呢 在跳这种舞蹈的人呢 可以保持我们的健康 亦都可以令到我们的智力 不会那么快衰退 记忆力仍然可以继续保持 这个是我们的目的 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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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 一步 中文字幕志愿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